三星乡三星路乐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慕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法医规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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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许多人不是心猿意马吗 坐在教室里面 现在那些学生 他眼睛在看你 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 他根本没有在听讲 我已经退休很久了 我民国91年退休 退休了以后 跑到嘉义一所大学 继续任教 就是一般人说的教授第二春 第二春 然后呢 九十九年吧 退休了 退休了以后 现在学校又把我找回去 去做兼任讲座教授 去一趟两千块 所以我告诉人家说 哎呦这个志工领很多钱 因为志工是不要领钱的嘛 然后我去一趟还有两千块 就是因为油钱 我自己要开车到嘉义啊 心情就很愉快 因为油钱根本不够啊 在那里还要吃还要住 大概一次要贴五千块 所以怎么有那么笨的人还要去贴钱 我说就是去跟学生沟通 跟教授沟通 讲的课学生还要写报告 不错 期末报告我看到了 先保贬了 保周教授 周教授学问很好啊 怎么样啊 讲得又很精彩啊 好了下面不知道哪里超来的 超一大段 我一看那个一大段 我都没有讲过啊 他不知道是哪里超来啊 后来我就想 他反正有超总也有分数嘛 他一个字不写没分数啊 有超前面至少还有一段 还说老师还教得很好 看得很高兴啊 好了六十分了 想想人家要这个分数 你给他六十 分数也不是我的 对吧 多给他一点没关系啊 交一次的六十 交两次的七十 交三次的八十 四次都交的九十 也没办法详细看了 可是也有的我仔细看了 我是在无缝科技大学 我去的时候 他是无缝技术学院 我们帮他的忙 把学校改制成无缝科大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搞了八年 改制成功 改制成功我觉得 对学校有一点奉献 是应该的 好了我也在加大 指导硕士论文 在中正大学 因为都在嘉义嘛 指导博士论文 那有一个博士还没有毕业 嘉大还有两个没有毕业 所以我说我去的时候 就和他见个面 顺便也就去做个 兼任的讲座教授 兼任讲座教授是干什么呢 两个礼拜去一次 不是每个礼拜 不是每个礼拜 两个礼拜去一次 有的时候是我讲课 有的时候我请一个教授去讲 我不讲课的 我就把它引进 就好像做物测师的这个工作 我就介绍一下 我坐在那边 给那个教授也不好看 因为他胆子 很多教授看见我坐那里 都怕怕不敢说 有可能都是老师辈的 所以我介绍完了 我就走了 怎么搞的 写的那个报告 是座教授演讲很成功 对我们嘉大学生 有很多很多精神上的指引 奇怪无缝科技大学 那也说嘉义大学 他网路当中 东超西超 前面是周教授 后面就变成嘉义大学 我说好 你也没说我台湾大学 你说真奇怪 现在学生你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根本没有在 上课可能都没有在听 我这一年来 真正在注意听的就是今天 各位老师 感谢大家 有真正在听 那么 其实我为了今天 要来讲这个 准备了三个月 因为我也不是 出家人 所以对佛学的理论 有很多不俗 还特别跑去买了好几本书 仔细的看了 不然讲错了 给人家骂了不好 然后要挑诗 我想挑来挑去 要挑哪一些呢 出家人写的诗 有很多写得很好 但是 我就特别要挑 不是出家众的 挑一些过去的这诗 他写的那诗里面 有一些那个禅的意境 让大家可以读完 感触量身 所以我是这样找的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十八月 我开头跟我们负责的 乌瑞法师讲 我说我这个选的诗很多了 他后来把它印得都很挤 因为篇幅的关系 本来松的好看 大家要记嘛 也有一些空间可记 这些根本讲不完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好吧 下一次还有 我们继续讲 他说好好好 那以后我们要找老师的时候 已经有基本的了 其实是太多了 今天大家回去再仔细看看 有的不知道的话 查字典 很有味道 好 第四 是南北朝有一个桃红锦 他说 山中何所有 山中何所有 岭上白云多 只可置一月 不堪持真君 你写信来问我 我这山中究竟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他说我告诉你 岭上多白云 山岭上面只有白云最多 只可置一月 我看了这些白云以后 我自己心中快乐 不堪持真君 我没有办法把白云送给你 这个是多自由自在 这些白云要你怎么样呢 要你自己去体会 没有办法把这些白云送给你 各位你能体会吗 我最爱高山苍苍 我最爱云海茫茫 云山上面白云苍狗 天天在那里变幻 你顶多请你的朋友去看那些云 你能够采一片云给他吗 现在有的人写得很空灵 要我的话 我每天捡一片白云寄给你 我好像很空灵 很好 其实他能寄给你吗 没有办法 因为那是空的 好了 下一首 听鼠生 俊 弦弹琴 李白写的诗哦 鼠生就是四川省 四川省的一个出家和尚 郡 僧 僧 弹琴 他说 鼠生抱绿齐 西下而没风 唯我一挥手 如听万祸松 客心喜流水 雨响入霜中 不觉碧山目 秋云暗几重 哇哟 李白的诗实在是漂亮 他说鼠生抱绿齐 这个绿齐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琴的名称 好琴 是一个千古传颂的一个好琴 抱着一个绿齐的琴 西下二眉风 从西边 在二眉风的附近 在那谈 为我一挥手 如听万祸松 因为我在旁边 他为我挥了一下手 这挥手就是什么呢 弹了一下琴 你看那个琴 一下 我只听到这个琴 是好的 这个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一挥手 如听万祸松 就好像听到了山上面的万祸 万祸就是万古 群山万古当中的 这个祸本来是指山谷 好像听到了山谷当中的 许许多多松树风在那里吹 因为松树是真业嘛 所以他吹的时候就哗 这样子的声音 他就像听到了 群山万古的那个松声 客心洗流水 雨响入霜中 我做客在这里 我的内心就像是经过流水洗滴一样 雨响入霜中 他的那个声音 就像是在霜天 下霜的那个天里面 那个钟声 夹杂的这个琴声 一样 那样子的清澈 那样子的幽静 哇 真是不简单 所以李白的用字潜词 好得不得了 不觉碧山目 没有想到这个青山 一会儿就已经天暗下来了 秋云暗几重 秋天天上的云 暗暗的 已经一层一层的 就快天黑了 你看他的意思 我从下午听他弹琴 一直听到天快黑 都舍不得离开 哎呀 我们人生不是在追求这样子的宁静吗 你到那个时候还想什么 这个时候 你的心情 会是多么多么的爽快 这个佛祖 在出家的时候 他在山上 他教了很多很多的徒弟 其中一个徒弟啊 下山之后 在印度的一个市集里面 开了珠宝殿 赚了很多钱 很感谢佛祖 对他当年的开示 所以有一天 就拿着两个白玉镯子 哇 很值钱很值钱 就到山上 要去感谢佛祖 好不容易找到了 他说老师啊 我这个 赶了很多路 千山万水 终于找到老师 在这里 参禅的地方 那佛祖的眼睛呢 半开半闭 我们知道你坐禅的时候 其实不是要眼睛的 目光炯炯在看什么 通常都是四开四壁 他就拿一个玉镯 就奉献给佛祖 佛祖当时的名称叫做高坛 高坛就送给佛祖 佛祖说 哎呀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这一个玉啊 价值连城 可以买到山下一个城 佛祖说 哦这样啊 哇 手一不小心 那个玉镯就滚下山去 哈 这个学生急得要命 因为一个价值连城的玉镯 被滚到山下 那佛祖因为坐在那山边 他比较知道 所以学生就问佛祖 他说哎呀 赶快告诉我 我等一下派人到山下 他说那个滚滚溪流 你哪里找得到呢 他说究竟在哪个位置呢 佛祖说我告诉你 就把另外一个玉镯拿来 就在那里滚下去 那学生急得像热锅蚂蚁 那么对你来讲 那是价值连城 对他来讲 这有什么用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名牌对你有什么用 手表 钻石戒指 有什么用 我已经习惯了 就不带任何东西 有一段时间因为被抢过 不是因为被抢我才不带 被抢的时候 我就没有带手表 国外的那个抢到两个 左一把刀 右一把刀 插到我这里豪扬 钱拿出来 我说好嘛 钱拿给你嘛 掏出来 掏出来 他还有没有 台币算算就是美金 算起来 大概一万多块 我说还有一些零钱 零钱也给我摸走 我说 我等一下回去坐公车 你给我留几个吧 强盗不管你 我说看看 他说那你的手表呢 我说那你们运气不好 手表上个礼拜被抢掉了 那个强盗 他就笑起来 你知道吗 他一笑 他心情会松懈 他的刀就拿掉了 我当时在想 如果他插我一刀 那我去住院 要不要住一个礼拜 花掉的钱 哪里只一万块 对不对 说不定花了五万块 六万块 所以我跟强盗 合作很愉快 你没有手表 然后一看我皮带 把我皮带抽掉 我说你皮带给我抽掉 我等一下回去 裤子会掉 他说不啊 他拉一拉 他说你吃的这个胖胖的 后来我就回去了 回去我也没什么紧张 太太照样就在弄饭了 可以吃饭了 我也很镇定 后来我才告诉他 我说我刚才被抢了 他很紧张 怎么样 我说没有伤人就好了 没有伤到我这里 不然我这里一个伤口 左边一个伤口 右边一个伤口 到医院还要掉点滴 你的戒指是要干什么的 绑在这里 所以我事前已经跟太太讲过 我们结婚戒指锁起来好了 面啊 手表也不要了 因为你到什么地方 都有人家戴手表给你看了 我就随便看一下 就知道几点钟了 对不对 何必再戴手表 其实我手表好多个啊 十几个 都在那边的神仙 生锈了 拿到表店去修一修 那表店说 哦 这很贵的表呢 怎么生锈了 我说里面也修了 他说里面没有修 我给你弄一弄就好了 我说多少钱呢 两千多块 我还没面子 两千多块还可以做别的用 我那表修回去 你也许不是还在那睡觉吗 所以他这个啊 你说 秋云暗几重 人生多痛快啊 听到一个出家人 在山上弹琴 哎 这个是音乐声哦 这不是诗声 他会做诗的人 我们叫诗声 这是音乐声啊 弹琴弹得好听 其实人声有很多时候啊 有一点嗜好是蛮好的诗 下面第六 三居丘敏 王维 我这里王维选了好多诗 其实我们知道 有很多这个出家人做的诗啊 特别好 比如说像韩山诗德 像这个八指头头 八指头头只有八个手指 但是写了很多好诗 韩山诗德也是写了很多好诗 我特别啊 就故意先不选这出家人写的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可以选了 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来讲 三居丘敏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先记住第一件事 它是空山新雨后 刚刚下过雨 下过雨不是把一些树叶上的灰尘都洗掉了吗 天气晚来秋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黄昏五点多 我们中国的这个气候秋天啊 大概六点左右就天黑了 顶多六点半 你要到欧洲去啊 天黑的时间是晚上十点 九点钟还有太阳 所以到法国去吃晚餐 通常是八点钟开始 七点钟去店里面 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 厨师也在里面啊 休息 八点钟才正式开始 开始了之后 吃饭大概要吃三个钟头 要吃到十一点 我每一年都去啊 我就很不喜欢到他们店里去吃晚餐 因为总要吃到十一点 那干嘛呢 我吃到十点左右 结束了 我又我跟儿子说 哎呀我到柜台去付账 儿子说不要 他说我们这里的习惯 是让他来 哦好不容易看到他的服务生过来了 我跟他说 阿弟兄 阿弟兄是法语啊 就是账单 他就给我讲 微微 微微就是yes yes ok ok 好了 再过二十分钟把账单送来 账单送来 我说刷卡 他就把卡收去 过十分钟还没有过来 好 那你再跟他讲 他微微 拿来了 拿来了以后你签 签了以后又没有下文了 他们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紧张 让你轻轻松松的吃一顿快乐的饭 哦 真是急得我们柔长寸断 我想回家了 别捆了 一直在那里拖 所以付个账要付半个钟头 除非你就付现钱 付现钱刚刚好的付完你就走 不管他 多余的就当小费 那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 哎呀松树上月光洒下来 清泉石上流 清清测测透彻的泉水 在石头上面流 这里啊 我们说甘露水 要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特别报告 水的作用 这个天底下水是非常奇怪的东西 雪下到喜马拉雅山 下到天山 天山的雪水 每一年春天末年 春末的时候 雪水就化了 化了就滴滴滴 滴下来滴到山下 滴到山下不见了 山谷里面就让这个雪水啊 沉淀下去 从山里面的暗沟 流流流流流到地下 所以为什么 这个河西走廊那边的老百姓 你说沙漠地带 它哪里有水喝呢 他们挖了一个坎儿井 随着山市走下来 朝下挖了坎儿井 这坎儿井呢 坎就是那一个土之边 一个茧 坎儿 坎儿井在底下浮流 那个浮流挖下去 大概从上面到地板 一个地下河流 那地下河流挖了之后 那水在底下 中中的流 都是天山的雪水 最干净的 我们到那去 有人给我说 你把你的矿泉水倒掉 你就用这个 坎儿井里的水来喝 哎呀 那个水啊 甘甜的不得了 特别要今天跟各位报告 水有一种自浸的作用 浸就是干净的那个浸 三点水 自浸 怎么说呢 他山上雪水流下来 通过一些草 一些木 一些石头 把杂质全部怎么样 过滤了 一次我到加拿大去 我们的那司机 他是一个大学里面的 Bartender Bartender意思就是 他专门在大学里面 服务饮料柜台 那后来不做了 他去坐游览车司机 兼导游 车子开到一个山旁边 在Edmonton 大家有听过 爱德蒙吞 那个大学 叫Edmonton University 他在里面 做Bartender 他就开到山里去以后 告诉我们 你们的行程 我因为车开快了 还有大约 四十分钟 我给你们一个 私房景点 开到他小时候 去爬过的山 停下来 他说 我带你们看两件事 第一个 土拨鼠 果然一辈子看到 土拨鼠 最多的就是那一次 那土拨鼠 一下钻一只 就好像我们在外面 看小孩子 玩那个什么 电动游戏 打土拨鼠 土拨鼠 几百只在那里钻 第二个 带我们去看 山上的水路 完全是野生的 他看到一头粪便 他说 水路刚刚离开 大概两个钟头 你这么厉害 他说我们从小 生长在这里 他水路离开了 这一条河流 那个水 没有任何污染 把你们的矿泉水倒掉 哇 那个就是山上的血水 经过自浸 干净的那个浸 自浸作用以后 外来喝 好好好 那个比什么矿泉水 都甘甜 上车了以后 我才后悔 我说应该拿更大的一个 是装一大堆 一路上都可以喝 你看看 像这一种 我们就常常想 清泉石上流 其实它就是在 自尽的一个过程当中 竹轩归万女 这个竹轩就是竹林当中 那个风吹着竹子 不是嘀嘀嘎嘎嘎会响吗 归 这个缓西沙 这个缓 缓就是洗衣服的一些女孩子 连冻下渔舟 莲花在水里面 不断地冻着 有人坐一个小船 从那个小河里 流下去 随意春方谢 那个春天的花朵 什么时候它会 谢了 我也不知道 王孙自可留 这么好的风景 王孙 你再有钱 是不是也留下来 多看一看 碰到这种好风景 真是很难得 他写的是秋冥 秋天黄昏的时候 好了 王维又写 愁张绍府 晚年为好尽 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常策 空之反旧林 松风吹解带 三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 鱼歌如谱生 他说我晚年的时候 只喜欢敬 天底下万事 我都不关心了 各位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非常关心 我有一个多月 没看电视 我也不知道 电视在演些什么 尤其是电视剧 笑的人 拨好讲的人在看 是不是 你看那电视剧 我有的时候问学生 我说请问 民国六十年 你看的那个电视连续剧 你还记得故事吗 他说不记得了 我说当时花多少时间看 他说每天晚上七点 八点 八点档 看了都忘记了 那看他干嘛 那不如找一本书看看 所以任何事都不关心 我自己回想 我也没有任何好的智慧 或者解决人生的一些大的才能 空置 是反旧灵 只晓得我自己喜欢到我爱的那个森林树林去 那这个空之啊 也指的是什么呢 找一些知己的人到旧林去 松风吹结袋 松风吹过来 把我身上的那个宽松的衣袋都吹了慢慢的吹散开来 那就说很轻松很愉快 不要把自己绑死了 你想想你弄一个很紧的皮带把自己勒死 干嘛呢 所以皮带宽宽的有一个皮带的样子就好了 三月照弹琴 三月照下来 我因为没有事做我就在那里弹弹琴 好了 君问穷通理 先生呢 你问我一些天底下穷通的道理 穷通就是 穷通四理 能够四理的真相叫做穷通 穷尽天底下万事万物的一些道理 我只告诉你 鱼各如谱生 鱼人晚上在他抓鱼的水谱当中 越走越远 我们都看不见了 意思就是说 问那些穷通理干什么 你到山上还要跟我讲哲学吗 好了 过湘吉士 也是王为 不知湘吉士 树里入云风 那湘吉士 好远好远 好像在云的山峰里面一样 古墓无人静 深山何处中 古墓好像都没有人走啊 深山里什么地方传来一些 这个寺院的钟声呢 各位老师 有很多时候 山上听到钟 庆的声音 特别清脆 经常到观音山去 观音山呢 你走到山上 大概下午四五点钟 附近的寺庙 在山里面的 他们还有一些 这个饭背的声音 哇 听到好清脆 很舒服 我就心里想 什么时候啊 我特别去拜访那座寺庙 不过我在想 不拜访可能更好一点 你只要听他的声音嘛 你不是说真要去看他的人 好了 全身燕为石 全身呢 这个就是 泉水流动的那个声音 好像在那个 戳额的那个山上的石头当中 被那个石头把泉水吞下去了 意思就是说 他不断地在那里流动 流到一些围石的那附近 日色冷轻松 因为天气快晚了 所以日色 慢慢慢慢地 要西下了 那个轻松 冷冷的那一种感觉 薄木空谈曲 安禅自独龙 那么薄木就是黄昏的时候 在那个潭水旁边 我弹一曲 轻轻松松的那个曲子 安禅 安定自己的禅心 可以把你心中的一些独龙 都驱除掉 就是说你不要再有那么多 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这个思想 下面竹梨馆 独坐幽黄里 弹琴富长销 森林日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你看这就龙总二十个字 也是好得不得了 独坐幽黄里 就自己坐在一个竹林里面 幽黄就是幽静的竹林 弹琴又长销 这个中国过去的人 总是喜欢在没人的时候 常销 这个销就是自己银额 大声地唱 因为没有人嘛 你可以一个人的官司 在菩萨里唱 谁听得到啊 谁也听不到 但是你自己唱得很舒服 森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时候只有明月照下来 你看你的那个心静 多安宁啊 露才 露才就是猎人 打猎的那个一个场所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想 樊井入森林 扶照青台上 也是二十个字 空山整个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只听到有人在山上讲话 大岗山不是早上下午都很多人在爬山吗 你如果走到一个 不是经常人走的路 你就会听到旁边有人还在讲话 这条罗子躺去队了 旁边有人说不知道了 只要去队里面就有了 好了 这个 反井这个井呢 也可以当作影 中国古代这个井色的井跟旁边在家山化那个井是一样的 所以反井就是指着太队的回光反照 又照到森林里来 照到森林里的什么呢 照到青苔上面 一片完全是自然界的景光 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别的东西 好了 下面 鸟鸣简 哇 这个尤其是一种安静的这种感觉 人贤桂花落 夜尽春山空 月初金山鸟啊 十明春简中 人很闲散 没有任何事 没有任何事 晚上安安静静的 一座春天的那个山 空空荡荡 就是代表他心灵的一种什么 一种空急 不需要喧闹 人生要找这样的地方不容易找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如果住在光德市这边倒是很安静 如果住在市区里 住在大厦底下的车子来来去去 哇 吵死了 我住的地方倒是好 住在我们学校的宿舍 宿舍在学校里面 高雄师大 那么因为是早期的 所以我可以住一辈子 除非我消失 否则我就住在那里面 旁边有树大概两三百棵 矮树两千棵 我每天如果是又到学校去帮忙种树 忙都忙不完 我顶多偶尔去浇浇水 晚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唯一吵的就是什么呢 学生打球 在那里面闹 闹完了 我也当作没听见 安静的不得了 所以找别的地方找不到 有人给我说那里住的地方简直比王永庆的还要好 我说对啊 不错 我门口还有十二个警卫 每天还来巡逻 问我家可以停多少车 我说大概三百五十台吧 因为学校的那个停车位 到了暑假就全部都是我家的了 因为学生都回家去了 老师也回家去了 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只看见空空荡荡的一个校园 十几甲 谁有这样子的享受啊 月初金山鸟 谁晓得月亮出来了以后太亮了 把山上的鸟都吓住了 因为鸟以为天亮了 月亮太亮 月初三鸟就飞起来了 哎呀 白天了嘛 鸟就飞出来了 飞出来了以后 十名春简中 就在那个春天三简当中在那里呱呱的叫 这个意思就是 静得不得了啊 连鸟都被那个月亮吓到了 在春简里面叫 你看看 人是多么的轻松 多么的愉快 好了 下面呢 提前上人壁 前上人是一个出家的师父 他在他的那个山壁上面提的字 唐李嘉佑 他说 所以他在他那个山壁上面就提了这一首诗 他诗诗禅心 共足弦 诗的这一种 想做诗的一种情怀 还有他自己参禅的那种心 跟竹子一样 闲闲散散散的没任何事情 任他流水向人间 随便底下的那个溪流啊 流到哪里去 向人间 受诗如意高窗里 因为他住在山壁上面 所以拿着一个如意啊 就在那个高山山壁上面的窗里面 携日沿江千万山 太阳斜斜地照着他的山壁 千千万万的山 就在那旁边 一群一群的 在他的眼里散开 各位 我们好不容易啊 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地方 你会那么快地离开吗 下面呢 柳中元写的这个 哎 那也是好得不得了 他说 余翁夜傍西岩树 小极倾向燃楚足 烟消日出不见人 矮乃一生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 岩上无心云相左 好了 在这个地方的运呢 我要跟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报告 他压的运是浙生运 中国人呢 过去做事 一定要压平生运 但是他呢 压浙生运 这种浙生 就是平上去入 大概我们呢 波波摸佛的波 一生 二生呢 很多时候都是平生 赏去入 入生 那他这里 足入生 落入生 足入生 所以余翁夜傍西岩树 余翁呢 晚上 靠着一个西边的山 在那里过夜 清早起来 小吉清香 哇 这个字好漂亮啊 清早起来 用他的水壶 在清澈的香水 哇 清香两个字 本来就好听 小吉 吉就是吉水 就在香水里面 吉一点水 然后呢 就燃褚竹 就在那个竹子 找了一些干的竹子 烧火准备煮粪 又有水 他又可以煮饭 烟消日出 不见人 好了 这早上的事过了 他的那个云雾漫漫 竹子烧的那些火 熄灭了 只剩下一些烟 烟消了 太阳出来了 再也看不到附近 有任何人 烟乃一声 山水绿 渔夫就上船了 烟乃就是滑桨的声音 烟乃 这两个字 滑桨 船桨的那个声音 烟乃一声 回头看看 山水都是绿的 回看天际 回头看看那个天际 他的船 正好已经到了河流的当中 沿上无心云相左 回头看看那个山沿 山沿上面 有很多云彩 根本没有心的在那里 飘飘荡荡 好像云彩也在那里追逐 无心的云彩在追逐 这一首诗非常好 各位回去 可以把它背下来 让你自己的心灵 经过我刚才说水的致敬作用一样 四十七首 我们现在才十三首 再讲一首两首就差不多了 所以明年还可以继续讲 第十四 江雪柳中原 千山鸟飞绝万尽人中灭 孤舟说利翁独吊江雪 千山万水 鸟飞来飞去都不见了 万尽人中灭 不管所有的路 他究竟向哪走 向哪分岔 人中灭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冬天下雪的时候 孤舟说利翁 一个孤舟上面 穿着梭衣 戴着斗笠的一个老先生 独吊寒江雪 这个也是浙身运 柳中原喜欢扬 压浙身运 这个浙身运呢 在诗歌的写作方面 讲起来它有一种 比较无欲 比较欺欺的那一种感受 好了 后面是贾导的一首诗 松下问同志 严师才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身不知处 这个也是浙身运 去处 在松底下 我碰见一个小孩 就问他 说你的那个老师 上哪去了 哪个法师在什么地方 他说啊 包括先生 我不知道耶 老师一早就出去了 只在此山中 他好像就在这个山里面 你去找找看 那山里绝对找不到 所以云身不知处 哇 这个老师也真是厉害啊 到处走到处看 在山里面可能采药去了 好 第十六首 提李宁幽居 也是夹导的 贤居扫灵病 草进入荒原 鸟树池边树 身敲跃下门 过桥分野设 一是洞云根 暂去还来此 忧其不复言 说贤居扫灵病 我贤居在乡下的时候 没有什么邻居 扫灵病 这个病就是同时在附近住的 那草进入荒原 一条青草的路 弯弯去去的 走到我将近荒府的庭院里面 只看见鸟啊 住在池旁边的这个树上 这个就是一个动态 静态当中的动态 鸟就是这点可爱 你会注意它 它也不给你发出什么噪音 好了 身敲月下门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是黄昏了 天黑了 身敲月下门 这就是所谓推敲了 一个出家人 敲隔壁房间的一个出家人 和尚的门 敲敲 这就我们后世不是说 哎呀这件事情让我推敲推敲 就是这个典故 各位老师 推好还是敲好 如果身退月下门呢 安安静静的 把月下隔壁那一个残房的门 推开 或者是他自己残房的门 推开 敲呢 用手敲那个门 所以这件事情要推敲推敲 推好还是敲好 如果推的话 里面有没有人 可能没有人 敲呢 可能有人 可能是你的师兄 哎师兄 赶快出来 月亮好好哦 啊 这时候的风景 外面看不到 师兄 哎呦 我好爱睡 今天法会做了 受不了了 不要紧了 出来了 你看这样就有一点什么 有一点味道了 所以他不光是推 所以推跟敲 敲字比较好 所以后世为这个 有很多争执 深敲月下门 好了 下面 过桥分野色 走过桥去 田野的那个 种的东西不一样 青绿的 翠绿的 不一样 分出一些野地里的 不同的颜色 一时动云根 只看见山上那些石头 好像云在那里 不断的那个动着 动着把那个石头都移动了 石头其实没有动 是什么东西在动啊 云在动 好了 暂去还来此 尤其不复原 我虽然暂时离开这里 但是我还是要到这来 就过去我曾经在这个禅房住过 离开了还会来 就像那个云离开了 他还会不会来 还会来 尤其不复原 我们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期待 下次到这里来 再跟你见面 一起来分享这一种 安安静静 快乐的这个时光呢 我们的时间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在这里啊 我要特别邀请各位老师 为我们今天参与这一场活动 还有很多我们的出家众 我们为他们鼓励鼓励 这些出家众 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功课 应该不是说周教授讲得好 所以特别来听吧 好 不管了 那么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 慧策师 鼓励鼓励 慧策师 谢谢 这慧策师大家别看他主持中文 他做英文主持人还好得很 下次我再来演讲 请他用英文主持算 那么另外呢 各位老师辛苦了 暑假还到这里来 我听说一位老师到这里已经九趟了 很多大概都是已经很多很多趟了 我们大家为自己 也为其他老师大家一起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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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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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